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ASML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富凯 他是一位对政治保持谨慎态度的歌剧爱好者 正在中美芯片站中寻求平衡 他肩负着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要应对西方的压力 限制ASML最先进机器流入中国市场 同时又要确保不损害公司在中国这一关键市场的地 业务 随着全球芯片站愈演愈烈 ASML这家生产世界上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公司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富凯需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 并应对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 包括美国和荷兰政府对其出口限制的措施 富凯的技术背景和对全球技术合作的提倡 使他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理想人选 然而他也面临着如何在政治与技术间取得平衡的巨大压力 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一家公司 更是这个时代科技与地缘政治交织下的缩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克里斯托夫·富凯 这位喜爱歌剧 对政治持谨慎态度的法国大叔 最近成为了美中芯片站的风暴中心 身为ASML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富凯面临的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 他得在西方要求遏制中国 获取其公司最先进机器的同时 保持中国这个关键市场的供应 简单来说 他现在正在走钢丝 并且没有安全网 华尔街日报深入探讨了这位新任CEO的挑战 富凯的公司ASML 虽然名字听起来像某种实验室的缩写 但实际上 它是生产世界上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巨头 这些设备能够用光线 将微小的设计打印到硅片上 这让ASML在从智能手机到汽车 医疗设备和卫星等各种用途的微芯片生产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 美中之间的科技竞赛日益激烈 尤其是在这个到本世纪末 预计将翻一翻达到1万亿美元的行业 ASML的光刻机成为了两国争夺的焦点 富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以前从不需要担心销售地点的政治限制 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ASML总部位于荷兰 目前荷兰政府已经对其向中国出售更先进机器的行为施加了限制 这包括那些使用集子外CUV的机器 美国也对ASML施压 禁止其向某些中国芯片工厂出售含有美国制造部件的机器 并且要求荷兰政府对ASML部分设备在中国的维修增加限制 塔夫斯大学教授克里斯米勒表示 ASML处于一个他不想处于的境地 他正处于中国和西方技术竞赛的中心 富凯这位持有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半导体行业老手表示 但是ASML对这些政治担忧的回应是试图让官员了解该公司的技术 以及限制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也承认对于官员来说很难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他强调说我们的纠色不是参与政治 我们不是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限制措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是富凯极力想要避免的 例如阻止ASML为中国某些机器提供服务 并不会阻止这些机器继续运作 相反ASML将会失去对这些工具的控制 富凯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在那里 我们就会失去控制 这也意味着ASML将不再知道这些工具的具体位置和用途 与富凯共识过的人士透露 富凯一直提倡全球技术合作 并警告说供应链断裂会导致效率低 他似乎更擅长应对技术挑战 而不是处理政治问题 这使得进一步限制对华出口 令ASML感到担忧 第一季度中国市场占其系统销售额的49% 尽管全球半导体行业面临周期性低迷 但中国对不太先进机器的需求EU仍强劲 富凯表示限制措施也可能给中国更多动力去开发自己的高端技术 限制越多人们就越想自己动手去做 他说 这话说的真不无道理 只要回顾一下华为技术公司最近发布Mate 60 Pro智能手机 便可见一斑 尽管美国实施了种种限制措施 华为仍然成功制造出这款手机 这让美国官员对其出口管制的有效性感到担忧 即便如此 即使没有ASML的高端机器 制造华为所使用的先进芯片仍然是有可能的 只是成本更高 且难以大规模生产 接下来的挑战是维持ASML的主导地位 巴克莱分析师西蒙·克尔斯指出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具 但人们会问 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 ASML的最新机器被称为高数值孔径EUV系统 其价格超过3.5亿元 英特尔是第一家购买这些新机器的公司 ASML的下一个技术飞跃 可能是能在芯片上打印更小特征的机器 即所谓的HyperNA 然而 富凯表示 未来几年内 客户都不需要这种未来机器 富凯接替了ASML的长期领导搭档 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尼克和前首席技术官马丁·范登·布林克 范登·布林克带领公司度过了一段快速增长期 富凯于2008年加入该公司 他表示 关于首席执行官职位的讨论 大约在两年前就开始了 他接受这份工作 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技术背景 和与客户的关系 可以帮助公司向前发展 但他也坦言 事先征求了妻子的意见 如果他不同意 这份工作将完全是地狱 作为一位歌剧迷 富凯最喜爱的作曲家 包括理查德·瓦格纳和朱塞佩维尔蒂 他将自己在ASML的工作比作指挥家领导管弦乐队 他身边都是出色的音乐家 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富凯有六个孩子 其中最小的才七个月大 最近有人问他什么让他业不能媚 他幽默地回答 嗯 我得为我女儿 ASML的公司文化 鼓励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相互挑战 富凯也不例外 蔡斯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 光学部门总裁 弗兰克·罗蒙德表示 ASML拥有这家德国公司24.9%的股份 该公司的技术对于开发其最先进的机器 至关重要 尽管富凯与蔡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包括与蔡斯员工一起参加慕尼黑啤酒节和其他活动 但是他不会退缩与困难的互动 我们进行了很多讨论 有时很棘手 但当讨论结束 会议结束时 双方关系总是非常积极 罗蒙德说 这是克里斯托夫的优势 总的来说 克里斯托夫·富凯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必须在美中技术竞争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要保护公司的利益 又要应对政治压力 在这场全球芯片之战中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 或许会影响未来数十年的科技格局 他是一个格局迷 一个技术专家 一个六个孩子的父亲 但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正在努力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平衡的领导者 富凯知道 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和市场 还涉及到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未来 在这场戏剧性的全球芯片之战中 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指挥一场壮丽的交响恶 每一个音符都至关重要 如果你是个科技迷 就算没听过爱斯莫尔 你可能也会对他们的成就感到惊叹 这家荷兰知名的半导体装置制造商 最近可是风光无限啊 就拿周三来说 ASML的股价一飞冲天 大涨8.1% 这个数字或许对你来说没什么概念 但这可让他们超越了法国奢侈品巨头LVMH 一跃成为欧洲市值第二大的企业 指次于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 Nova Nordisk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ASML的财务长达森 在近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上透露 他们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会交付高数字孔径 极紫外光刻机EUV被两大客户台积电和英特尔 曼龙就说了 未来几个季度内订单肯定会如雪片般飞来 毕竟在美中科技站的大环境下 ASML这种能制造出全球唯一EUV的公司 真是稀有动物一样宝贵啊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家企业的发家史 埃斯摩尔创立于1984年 最初可是从荷兰著名电子制造商菲利普独立出来的 那时他们还是小小的新秀 办公室也仅仅是母公司空地旁的一间木屋 虽然起点不高 但他们的目标可是远大的 致力于当时正如火如荼发展的大规模机体电路装置市场 埃斯摩尔的泡光机可是他们的绝活 这种装置在全球同类产品中占有90%的市占率 在14奈米制程以下 甚至拥有极紫外曝光的100%市占率 埃斯摩尔的成功并不是一出而就的 他们在创新和整合上下足了功夫 面对当时数量庞大的竞争对手 他们选择了一条别开生命的道路 专业装置外包采购 先进制造委托厂商协助 这种灵活的商业模式让他们在DUV节点上取得了突破 尤其是在2002年引入林本坚提出的浸润式显影技术 与台积电形成了强大的联盟 最终击败了Nikon自家的技术 而说到EUV技术的诞生 那可是历经了近20年的潜心研究和多国合作 埃斯摩尔联合了多家美国研究机构和供应商 让这项技术终于走向了商用化 他们就像是一个研究单位 不仅负责专业整合和设计 还掌握了机台操作的精髓 但大部分的技术和供应却来自美国 目前全球提供量产商用曝光机的厂商中 ASML稳居首位 Nikon和嘉能则分裂其后 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 ASML在中高阶曝光机市场上 约有60%的市场占有率 而在最高阶市场 则拥有惊人的90%市占率 特别是在14nm节点以下的技术领域 他们的市占率达到了100% 让其他竞争队 所望成莫及 进入2010年代 埃斯摩尔公司持续推进 与合作伙伴的联合研发 即便是三星 台积电和英特尔这些死对头 也不得不放下成见 合力研发EUV技术 这一合作让埃斯摩尔 先后交付了若干台EUV原型机型 供客户研发和实验使用 此外 他们还基于传统的TwinScan平台 开发了双重曝光技术 对曝光技术做出了大量贡献 三星早在2007年末就宣布 成功利用这项技术 生产出36mm NAND Flash 埃斯摩尔的TwinScan系列 成为世界上精度最高 生产效率最高 应用最为广泛的高端曝光机型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半导体生产厂商 都选择向ASML采购该系列机型 包括英特尔 三星 海力士 台积电 联电 和格罗芳德等 此外 埃斯摩尔还积极与 IBM等公司合作 进一步研发22奈米 甚至更低尺度的 机体电路制造技术 目前 埃斯摩尔公司上用的 最先进机型 是TwinScan NXE 34BC 及NXE 3600D 每小时可产出136-160片12寸晶片 属于机子外线曝光机型 用于生产关键尺度低于7奈米的机体电路 而后3奈米制成时代 ASML与合作伙伴 也在开发全新的EUV微影曝光装置 TwinScan EXE 5000系列 根据Bloomberg资料 2018年 全球五大半导体装置制造商 分别是应用材料 埃斯摩尔 东京威力科创 科宁研发 和Kurlage KLA 这五大公司 以其领先的技术 和强大的资金支援 占据了全球半导体装置制造业 超过70%的市场份额 埃斯摩尔的历史发展 充满了传奇色彩 2008年 他们超过了日商 东京威力科创 成为世界第二大半导体装置商 到了2010年 埃斯摩尔的高阶曝光机市占率 已达到将近90% 2011年 他们更上一层楼 超越美商应用材料公司Tronkith 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装置商 2012年 英特尔资资41亿美元 收购了埃斯摩尔15%的股权 并出资10亿美元 支持其研发高昂的晶片制造科技 同年台积电也宣布加入埃斯摩尔的客户联合投资专案 投资了8.38亿欧元 取得约5%的股权 并在未来5年内投入2.76亿欧元支持其研发计划 三星则在2012年8月宣布斥资5.03亿欧元 入股埃斯摩尔山的股权 并额外注资2.75亿欧元 合作研发新技术 埃斯摩尔公司也不忘通过并购来扩展其技术领域 2012年10月 他们以19.5亿欧元 收购了SIMER所有在外流通股票 加速开发Extreme Ultraviolet半导体实微影技术 2016年 他们以27.5亿欧元收购了台湾电子树检测装置商 汉明维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明科 并在同年11月 以10亿欧元现金收购了德国蔡司公司的子公司 蔡司半导体 24.9%的股份 埃斯摩尔公司的业绩表现也同样亮眼 2005年 他们的销售额为25亿1900万欧元 利润3亿1100万欧元 此后的每一年 他们的销售额和利润都稳步增长 到了2020年 他们的销售额达到139亿7800万欧元 利润则为36亿9700万欧元 2021年 他们的销售额增至186亿1100万欧元 利润达到了惊人的58亿8300万欧元 2022年 他们的销售额再次突破 达到满满11亿7300万欧元 利润为56亿1400万欧元 总之 埃斯摩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创新和合作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这家荷兰公司不仅在技术上不断突破 还通过与全球顶尖企业的合作 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未来随着新的EUV技术和更先进的曝光机型的推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埃斯摩尔将继续引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奇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谈谈全球芯片战中的一个关键角色ASML 这家公司简直是芯片制造行业中的马歇尔计划 几乎垄断了最先进的光刻机技术 新任CEO克里斯托夫·富凯的主要挑战 就是平衡美国和中国的需求 我个人认为ASML给中国供应部那么先进的机器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 这样既避免了技术外泄又保持了市场需求 天书啊 你这样说可有点过于乐观了 ASML这么做 简直像是在两头讨好 好处全战 坏处全臂 你觉得中国人会买这个账 他们可是有自己的芯片梦想呢 再说了 供应不先进的机器 就像给人家送了一份过期的牛奶 表面上是卖东西 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人家喝到新鲜的 奇奇 你这样说就有点不讲理了 你知道ASML一台高端EUV光刻机要多少钱吗 3.5亿欧元 这可不是在菜市场买菜 这可是高科技的结晶 况且中国的芯片行业的确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ASML卖他们不那么先进的机器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技术支持 这不仅能提升中国芯片行业的技术储备 也能让ASML赚钱 两全其美 天书 你要知道 技术这东西可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中国要的是技术独立 不是技术依赖 你看 华为的Mate60Pro 不靠ASML的机器也能造出来 这告诉我们 限制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快的自立自强 ASML卖他们不那么先进的设备 可能最终只是逼着他们更快的发展自己的技术 这可是双刃剑啊 好吧 奇奇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那就是技术发展需要时间 中国要追上来不是一两天的事 ASML在这段时间内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甚至构建新的合作模式 再者 从企业角度看 ASML此举也是在最大化自身利益 这也是企业存在的目的之一 天书 你的企业论点我不反对 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ASML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 可能会让双方都不满意 美国可能会加大对ASML的压力 而中国可能会加速自主研发 最终使得ASML失去这个庞大的市场 这种两面讨好的策略 真的是一场豪赌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